現在我們把箭頭準備好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做他的動畫 做他的動畫 那麼你要做他的動畫呢 你可以參考一下我們這邊 在我們這個教材裡面的 這個 應該是這個 老師寫的這個文章 也就是說你現在希望 其實我的箭頭就是要怎麼樣 沿著這條路線這樣走嘛 對不對 還是你要重新做一個動畫 這樣比較麻煩啊 對不對 所以能夠直接弄進去 是最方便的 最方便的 那在Flash裡面 有所謂的導引線動畫 導引線動畫 那我們在A裡面其實也可以 也可以 我們上學期有用過那 一台車子跟著那個走 對不對 你事實上就是一樣的 一樣的 那現在呢 我們先把他 這個箭頭 我已經做好了 顏色當然你可以再改 你可以點到他 回到Solid 這個空白塗層的設定 你可以重新吸一下你的顏色 好像這樣 我的顏色就是一致的 當然大小 你覺得太大 你可以再縮放一下 OK Scale的部分 我可以再調整 好 我現在調好之後呢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要把它移過去嘛 時間走 我先退回來 我退到這邊 如果你 這樣不好對 就按住Shift Shift 它就會自動吸住了 也就是說 我不是一開始就要 馬上有 而是要從這邊 而且呢 它是從這邊 這樣過去 你可以先偷看一下 看你當初 那個路線怎麼走的 確定 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 把它放大一點 把它拉過來 你在Fund做會比較好做喔 不要再攝影機 那這個時候 你來把它拉出來 在移動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喔 有些人 因為你剛剛還在編輯 這個 就是它的那個形狀 有沒有 所謂的Mask 如果你是這樣 有時候不小心 會動到它 哇 會像這樣 沒有關係喔 你就把它移出來 你不要點到Mask 你點到這個塗層 這樣子你在移動的時候 就不會不小心 去動到它的那個線 或者是點 好 那我拉過來 這樣好像還是太大了一點 我把它縮小一下 再小一點 好 那因為呢 我們是要往這個方向 往這個方向過去 所以你可以先 稍微往前面看一下喔 有沒有 稍微時間走到前面 你就比較知道說 我這個要放在哪裡 我把它放在這邊 記得中心點 要對到什麼 箭頭嗎 那個線的部分 所以我把它拿下來 如果你在做微調 可以用鍵盤上的方向鍵 好 現在先稍微拉下來 好 我要稍微旋轉一下 我就按下 Rotation R 那這個呢 請問你要轉哪一個方向 因為我要這樣轉過來嘛 要讓它朝著這個方向前進 朝著這個方向前進 所以你要用S軸 Y軸還是Z軸 你要把這個轉過來 Z軸 反正你不知道你就 測試一下 所以我這邊你可以拉動看看 欸 左邊 往這邊 欸 所以待會 箭頭就是要往這邊出去 往這個方向前進 好 那你已經調好它起始位置之後 不要忘記喔 我們現在時間走是偷偷往前的喔 所以你要再拉回來喔 好 現在就告訴它 它要沿著剛剛那條路線走 沿著路線走 那你其實路線早就畫好了 為什麼 剛剛我們的箭頭 不是那個線條 不是就有那個遮罩的嗎 不是遮罩的 就是那個路徑 你被置曲線就做好 所以這個地方要特別留意一下 你今天要把路線給別人的話 這條路線 第一個 麻煩你一定要點到路徑這裡 很多人都是點到上面這裡 就算了 不行 一定要點到這邊 這是第一個動作 好 第一個動作 點到它 你可以Ctrl加C 第二個 點到我要套用的這個是箭頭 我幫它命名一下好了齁 箭頭 我就把這條路線借給它Ctrl加V 記得喔 我現在的時間軸 這個時間軸的位置 就是在我們一開始 一開始的位置 點到它之後 Ctrl加V貼上 這樣有用嗎 沒有用 你要來這裡齁 我剛剛 這邊 先做錯一件事情 做錯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把它的位置的移動齁 你要在鍵盤上的P 你要 點到這個Position 就是我在選的時候 我要選到路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要點到 我要套用圖層的P Position 一定要這樣齁 如果你像我剛剛一樣 之後選到這裡 貼上 它只是把 遮瑟片丟給另外一個圖層 不會變成導引線動畫 所以我點到這個Position之後 Ctrl加V 好了 真的嗎 我貼錯了 我貼到E名的嗎 貼到E名的 來 我應該要開這個齁 Mask 這裡打開 路線點到了 Ctrl加C 來到這個 線條的V 有 這樣就進來了 你看我讓它弄時間軸 有沒有發現我 箭頭有跟著那條路線出去了 可是現在速度不對 速度不對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貼進來的時候 它這麼短的時間就完成了 可是我們的動畫是不是那麼長 所以呢 你可以把後面這個點 往後退 退到哪裡 退到我們真正的時間結束點 好 退到真正的時間結束點 所以我先點旁邊一下 你往後拉拉拉 中間因為它是骨肩動畫 所以會自動的那個 你可以按住Shift 這樣它就會自動吸附到 那麼這裡沒有對到的 也就是說這個位置 這些位置 沒有對到的 待會我可以手動再調 但是你可以先試看看 先試看看上面的動畫 看看我們的這個路線 有沒有剛好 跟我們的線條 這樣子 有沒有剛好跟我們的線條是一致的 那麼這邊呢 我們待會兒還是做一下旋轉 旋轉的部分 箭頭旋轉 可是你先看一下 有沒有剛好都跟上 如果都有跟上就沒有問題 你就不用再做微調 假設沒有跟上的話 比如說這邊箭頭跑得比較快 那你就必須要把這個 骨肩動畫的這個關鍵格 再把它稍微調一下 但是你微調過之後 它就不會是什麼 這種圓圈圈 而會變成你自訂的關鍵格 臨型的 好臨型的 這樣有沒有清楚 所以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我這邊我就會自己先調整一下給你看 好這裡在這邊到K 好到這裡 可是我箭頭的方向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還需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箭頭的旋轉 好箭頭的旋轉 所以我把另外一個屬性打開 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旋轉方向不會太多 所以我直接用這個orientation就可以做 如果你旋轉方向比較多 你可以用這個Z軸 Z軸來做我們的什麼 做那個關鍵格 我就在這邊把rotation orientation也打開 現在這邊OK 然後往後退 鍵盤上的K 鍵盤上的K 現在老師有把那個按鍵的快速鍵 把它打開 你等一下就看到 現在呢 我到這邊 我就 把它旋轉一下 現在是300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要往這個方向 對不對 你可以放大一點 按住空白鍵 這樣是不是OK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 看看中間它這個過程 拉拉拉 有沒有發現它就這樣過來了 這就跟到了 因為位置跟到了 我們只要調整它的方向就可以 調整它的方向就可以 那我按一下K 這樣可以比較精準的對到 對到了 那麼你再接下來 是不是要往後面再繼續走過去 再繼續走過去 以這個點來講其實還好 所以我就按住空白鍵 好我再過來一點 靠近一點 當它走到這裡的時候 我按一個K到這邊 是不是要往下 所以我在這邊再旋轉一下 在這裡 它需要再轉下來 轉下來 再一點點 到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看看整個後面 拉拉拉拉 拉過來 過去 到這邊 但是接下來就比較不一樣 因為接下來 我們的箭頭 是不是要轉上來 對不對 我的箭頭需要怎麼樣 是不是轉到這個方 就是變成朝上這樣過來的 所以這邊就要卡通一點 什麼叫卡通一點 因為你一開始是到這邊嘛 朝下 然後呢你只要下一個影格 馬上就轉過去了 馬上轉過去就朝上 所以我在這邊 你按一個鍵盤上的J 這個我先回到這裡 按鍵盤上 Page Up和Page Down 就會插一個影格 有沒有 Page Down插一個影格 這個時候我就馬上 把我的這個箭頭 往上轉上去拉 這樣就比較卡通了吧 所以前一格是向下的 後一格是向上的 這樣箭頭就會馬上轉上去 當然你可以稍微往後退一下 確認一下你這個上來的方向對不對 像我這個方向就不太對 對不對 應該是往下一點 所以我回過頭 記得時間走的位置很重要 你不要說 欸這樣不對 然後馬上就調 糟糕 你在這邊就做了關鍵影格 所以我要按一下J 是回到前一個關鍵影格 我已經知道它是往這個方向了 我就不要讓它上來這麼多 就往這一邊 接近這邊 你再往後退一下 欸差不多 有沒有 差不多 這樣就可以 所以等於說你就插一個 讓它馬上就轉過去 那一樣的按鍵盤上的K 我跳到這邊來 好 這裡要往下 這樣有了解了吧 所以箭頭這邊稍微比較麻煩 可是你只有做微調 重點是都是在做微調 做微調的部分 一樣的 這個好了 按下PIT DOWN 插一格 馬上讓它轉上去 轉上去 你就看看 你的箭頭 原則上就是跟這個配置曲線的 曲度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我往後拉 欸這樣就衝出去了 那我們就看 下一個關鍵影格的 到這邊 又要跳下來了 到這裡 然後Page DOWN 就看你後面 後面要上來一點點而已 上來一點點 這樣就可以繼續完成 那我們右手邊呢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真正攝影機輸出的 像這樣過來 有 都有跟上的 我先不要選到任一個圖層 這樣 是不是就過去了 對不對 當然 陰影的部分 是不是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 複製下去之後 再把它的路線 變成直的 大致上就完成了 當然還有一些 需要微調的地方 可是基本上 我們的動畫 好 地圖動畫的部分 最基本的 就是差不多到這邊 待會呢 我們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輸出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 好 輸出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好 來給各位 所以 謝謝 謝謝